大家好 我是本周的主打星 没有腰的腰股大师 敏章 那好朋友们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的行情规划 以及分享一个重要的产业变革 所以这一集你看完 对台北股市接下来 11月底到12月份的行情 我相信你会得到非常好的规划 更明确的答案 让你知道你该在什么时间点进场 好话不多说 先看我的字卡 来好朋友们 这张字卡大家应该很熟悉 我说过万八会慢慢来 为什么 我讲理由比较重要 首先第一件事 台北股市从10月到11月份 这个行情 其实涨幅非常非常的惊人 单单加全指数 从台积电法说后 到这个礼拜 接近1万8千点 这个涨幅已经1500点了 1500点 更不用说很多的股票 搞不好都涨一倍了 这会引发什么 市场其实有点过热的现象 所以我才会说台北股市其实万八这边 慢慢来 你不要马上过 最好的方法是像我这样讲的 跌回来17500点附近 再上去 我又快到18000了 我又回来了 我又快到18000了 我又回来了 这一段 画面上的这一段 这个时间约末会拖到12月中以后 也就是说未来 从这礼拜开始下礼拜 下下礼拜未来半个月 甚至未来一个月 台北股市会呈现区间整理 你不要觉得行情不好 这是市场故意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看 有几个简单的理由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外资在休假 这礼拜就已经Sanx Givin了 再来Christmas 再来元旦 所以说外资其实从Sanx Givin开始 到Christmas 甚至到元旦 明年的1月1号 这一段时间外资的超过会大幅的减少 好了 那加权指数大人不在 你觉得加权指数那么快攻18000吗 不容易 它的动能会不太够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讲的 避免市场过热 避免市场过热 那我指数不涨 那大人不在家 妖股会满天飞 所以那记得 锁定最近内置在看的 投信在看的 业内主力在看的一些好股票 在台北股市从现在的11月底 到未来的12月中 甚至12月底 这个部分会是你操作的主轴 那台北股市什么时候会上万八呢 来关心指数朋友们 把这一段记下来 这个画面上 让我起到最后万八会过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最好 来好朋友们 记得一个逻辑 外资什么时候回来 不是过完圣诞节 是明年1月1号之后 外资才会正式归队 那台北股是什么时候啊 往上明显的往上冲 内资会先动手 所以快的话 我们预计在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台北股市就会看到万八 把这一段话记下来 我们到时候再回来看看 这个预估到底有没有它的价值 好啦那重点呢 指数短线不会涨 那股票不要做吗 不可能嘛 刚聊到了指数上上下下的过程 股票会飙啊 那什么股票有机会 今天帮哥分享的这个东西 是你未来一个多头的一个 蛮大的主流 那它跟台积电最近的几个消息有关系 不妨大家记一下 来 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人看过 这个是台积电的极子光机台 跟艾斯摩尔买了一个好几亿美元 就是这玩意儿 极子光机台做什么 我的三奈米 三奈米投射的技术 其实是光打出去之后 经过多重折射 再经过光照 把光照上的设计图 盖在你的晶圆片上面 才会有5奈米 3奈米这种这么小的size 可是问题来了 上次跟他聊到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台积电的3奈米 面临挑战 iPhone14为什么不用 因为来不及 什么意思 好朋友们来想一下 光打上去 如果这个光经过多重的折射之后 投影到你的晶圆片上 我又要做到3奈米 要到2奈米 甚至未来1奈米 甚至更小的 这个先进制程 最后会有物理的极限 我光经过多重折射 最后会有边缘模糊的问题 所以台积电3奈米的良率 很难拉升 大概最快最快 要到2022年的下半年 那根本来不及 A14 对不对 所以全国好朋友们 当他来不及A14的时候 那很合理嘛 那苹果A14可能就是用旧的晶片 旧的制程 好了 你不要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因为台积电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 台积电早就有新方法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 在先进制程之外的新方法 叫先进封装 来一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不用完全懂我简单解释 逻辑记忆体跟逻辑晶片整合在一起 对不对 逻辑的记忆体跟逻辑晶片整合在一起 这叫先进封装 可以牵盒在上面 也可以盖在上面 也可以把sensor装进去 刚刚讲的这四个画面 都是台积电的官网里面有的 你可以去查得到 这些的台积电 过去这两三年一直在做的 其实台积电自己也知道 我的先进制程最后最后3奈米2奈米1奈米甚至更小 我会有制程上的非常大的难度 那好了我真的有想尽办法把良率拉起来了 还会面临最终一个问题 我的生产成本过高 我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价格太贵 万一我的客户没办法采用怎么办 这就是所谓的天花板的效应 所以台积电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些事 我如何用这个方法 我把逻辑记忆体跟晶片整合在一起 那我把它整个封装之后 这个过程就叫先进封装 那这有什么好处 大家知道我们一般的CPU 包括我的GPU跟我的记忆体 是没有放在同个地方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记忆体会有什么DDR4 DDR3 DDR5 我中间的频宽更大 我在整个资料传输上 从CPU算完之后搬回去记忆体 记忆体又搬过去CPU 我的通道越大 我的传输速度 计算速度会增加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我可以把他们两个 Combine在一起 那这两 这件事就是我从过去 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实台北股市有些股票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当然了 从去年跟你讲到今年的 先进封装 大家最熟悉的股票 我先讲其中两档 你一定要记下来 未来台积电 先进封装 这两档一定都有 他们会参与在其中 现在已经有了 第一档 不用多说 富爸爸 台积电 台积电旗下的 创意3443 他是什么 他也富爸爸 他有什么 Esseq专用晶片 其实这家公司在今年 去年到明后年 未来的获利能力会大幅的成长 其实你有兴趣去看一下财报 你慢慢就看 其实创意真的蛮赚钱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跟你提 这很贵 邀谷大师讲一讲600块的股票 那难道600能够上千吗 好朋友们 我们先不要看那么远 我们先思考一件事就好 他的产品到底会用在什么方向 AI人工智慧 最好的解决方式 不是用传统的GPU 也不是用传统的CPU 也不是你说 哎呀对不对 有个什么张量处理器 Google的 No 最好的方法就是 Esseq专用晶片 再加上Pram 专门在设计上 跟这个整合式的晶片 做的这种记忆体 好 那这个部分 晶片会在哪里 创意 就是创意 所以你会发现 创意最近 今年的财报里面 Esseq的比重很高 他的NRE全部都上来了 原因就在这里 好了 那这个是可以看多远 你的自驾车 苹果不是要说 我的自驾车全自动 连方向盘都没有的自驾车 那你肯定需要类似这种晶片 那他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台积电的Esseq都是他做的 你觉得没有吗 大家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 你不要嫌疑说 创意的股价很高 说不准 在未来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更高 这个提供给我做参考 再来一档 当然这一档就是比较 腰一点点的股票 腰股大师介绍的股票 当然是比较腰一点 来好朋友们 我的老朋友 六五三一艾普 艾普从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大概五十块钱了 很久以前 大概四五年前 那时候我们就在谈电视 这个立基电 总有一天会回来 变成上市 重新上市 这在五年前 跟朋友在聊 我们就谈过这件事 那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 立基电 不要再说 我是腰股大师 因为真正腰股大师 其实是蝗虫人 他是祖师爷 有兴趣的朋友们 自己去查一下 当年立基 下市 在重新上市的过程当中 帮当初去买 减便宜买立基的人 赚了多少倍就好 反正最近立基电要上了 我就不再多说 艾普这股票 从五十块上来 那时候就在讲说 其实立基电 立基集团的重点 会放在像 艾普 像 立望 这些公司身上 好 后来艾普传出来说 他有这个3D堆叠的技术 他有这个3D堆叠的技术 一开始他觉得说 对不对 都对那个 骗人的啦 唬烂这样子没有 人家3D堆叠 只能赚10块钱了 今年前三季就是靠这个 细致才卖这个IP 赚10块钱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很有意思 刚跟大家聊到 这个堆叠的技术 其实是一个当你的先进制程 无法跑到10奈米 你可能像对岸中国 可能还在30奈米 20几奈米 这个状况之下 先进制程不可能追上台积电 那先进封装 是不是一个结弯取值的方法 答案正确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想 事实上也这样应用 所以爱普的细致才 3D堆叠这IP 有很大一部分 不是走台湾而已 它其实卖到对岸去 因为对岸不可能 你看嘛 中芯 大家应该有听到 最近的新闻吧 讲爸讲上亿也离开中芯了 很多当初台积电过去中芯 很多人都离开了 为什么 其实先进制程 本来就有非常大的难度 那先进封装呢 对于台积电来讲 这是他一定要的一块 不然很难维持领导地位 对于后进的厂商 后进的半导体设计设备 这些厂商来讲 如何赶上台积电 先进制程很难 但先进封装是他们的新机会 所以说你看先进封装这件事 我们可以合理预估 来当立基电 在今年12月上市之后 我猜啦 立基电的黄董市长 应该会再提一件事 就是这个先进封装的部分 其实你看得出来 立基电也非常积极的往这一块去做 因为大家看得到未来的趋势在这里 所以好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 半导体相关的股票的 这个题材 叫先进封装 你一定要记起来 当然有些刚刚讲这股票 哇一个500块对不对 刚刚 这个创意600块 怎么今天股票都这么贵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档 我觉得比较亲民 而且 未来很有机会的股票 给大家分享 来 金豪科 这个我之前在节目上我有聊过 他就是小爱普 我问他小爱普 爱普是3D堆叠 那他的制程是比较旧的 他叫2.5D 他是2.5D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你去查查台积电的网站 确实个东西叫2.5D的封装 对不对 还有个3D封装 后来会长什么样子 这些股票 相关的台北股市相关的公司 就约莫那么几档 看创意 看爱普 再来看便宜一点的 就是金豪科 那金豪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 元宇宙 大家熟悉的元宇宙 他也有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 为什么先进制程有瓶颈 但先进封装很重要 其实如果没记错 利基电 要上市前 其实我记得 黄崇他讲过一段 他说 他们也是元宇宙公司 那他指的是什么 所以不要忘了David 我刚跟你讲这些股票 包括爱普 黄崇仑旗下的公司 或者小爱普 306金豪科 来我们来看一下 2.5D 有没有让他赚到钱 在未来是肯定的 但你现在看到的是 他前三个季度已经13.72元 这是什么数字 你看他的股价 现在股价150 160 他本益比在10倍多一点 你会突然觉得股票并没有很贵 好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整个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06金豪科在今年明年的 互利润升到后年都会相当的 不错 只是他唯一唯一我觉得稍微可惜一点点的 就这台公司的股价不像是我们过去介绍像爱普啦这种 比较票汉比较腰的股票 他的涨幅会那么惊人 可是我说涨幅没那么惊人是不是他没涨 去年12月的 金豪科 是 五六十块 现在是150 160 他不是没有涨 他已经涨三倍了 但是 对比他的获利能力13块多 确实 他的幅度算是比较少的 但因为他的技术门槛 不像我们讲的 像爱普这种3D堆叠 这个IP公司 技术门槛比较高 2.5D相对来讲 他就是 比较没办法得到市场那么高的 本益比 本益比这件事 不同产业 不同个股 不同类别 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本益比怎么看的 所以当爱普上去的时候 当然啦 我要先讲 手上有653艾普的朋友 因为他去年从100块到今年的八九百块 然后公司又经过切割 爱普这家公司 他已经股价是 票面10块改成5块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500其实要折算回去要算1000 所以他其实已经创高了 只是说因为这个方法会让筹码变差 所以我觉得稍微可惜一点 那反而我觉得像 306金豪克这样的股票 就蛮值得分享给投资朋友去看一下 当然你现在马上去买可能 不是那么的便宜 毕竟他还从这一波的 100-120 涨下150-160 涨幅大概5块40-50% 怎么买最好 刚不是跟他聊过 台北股市会 涨这样 对不对 加权指数最后涨这样吗 那个股呢 指数回档的时候 指数回档的时候 个股会有买点 这就是接下来 你在未来一个礼拜 未来两个礼拜 从现在11月底 到12月份 你买股票的正确方式 不要看股票墙在买 你先确定好台式股票是你喜欢的你要的把功课先做好 加权指数压回的时候这些股票就会有买点 那基本面又好 那做账跟做梦行情会维持到第一季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起码还有12月到明年的23月34月这个空间 你有足够的空间 甚至我认为台北股市其实很有可能 在12月底正式突破万八之后 有可能复刻一段 可能长达千点的行情 我先讲在前面给大家做参考 到时候其实行情 说不准像邀古大师讲的一样那么猛 先跟大家分享好紧接着 来 老朋友 3037的新星 他 也是 先进封装 先进封装下面一定要记吧 我把逻辑记忆体 跟逻辑晶片 跟下面的ABF载版 三个会全部放在一起 一起封装 这个先进封装 你不可能跑得掉ABF载版 好那为什么推荐新星 因为整个ABF三雄 从新星 景硕 南电 这三档 受惠程度最高的 绝对是 3037的新星 所以好朋友们 接下来如果 ABF载版万亿有好买点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 你一定要写在想到3037的新星 这个ABF载版的多头 就不用再多多介绍 因为我们从去年的 10月 11月 12月 已经跟人聊到 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年了 这个多头会持续 在ABF载版身上存在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只是说这三档股票 如果要我挑的话 最有妖股价值的 绝对是新星 另外两档也很好 南电 景硕也很好 但是 如果要我挑谁会比较彪悍 比较有妖气的 3037的新星 推荐给各位 好 紧接着 还有一支股票 因为刚刚那些股票 来来来观众朋友们 从这里涨到这里涨这么多 这个也涨这么多 每一档都涨这么多 这样 太没有诚意了 讲那种涨那么多的股票 最后这一档就真的没涨到 完全没有涨到 台积电旗下台积电转投资的 先进封装测试公司 就是这一档 当然很多人说 精彩 看这个枸杞 好像不怎么样 确实 台北股市都万八 才在这里那么软趴趴的 你觉得它能怎样 可是我们要看一件事 量 量 出现 拉一波 横向整理 量出现 推一波 横向整理 那它在酝酿什么 这种股票 投资别人要多记住 以后如果你遇到这种个股 第一个 你一定要有耐心 第二个 它 真正起涨的时候 会涨什么样子 我先讲 那你看到的时候 它是来真的 你不要乱卖 量 整理 量整理 这都不算整理 它真正起涨的时候 是一根上去 然后呢 它的角度会改变 低根上去的时候 我示范一下 来 假设我要真的起涨了 这一根上去 后面会直接再一根 再一根 这我就真的上去了 什么意思 我已经先知道它的基本面 它是涨先进封装 但它股价现在完全没有涨到 也就是说 市场现在对于这张股票的兴趣 并不高 但不代表这家公司基本面不好 这一观念大家记得我 你不要觉得说我的股票现在没有标 就是基本面一定比较差或什么不见得 只是因为 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看到太多厉害的腰股 太多厉害的标股 大家还没轮到这一档 如此而已 你不要觉得奇怪 市场就这么有趣 等它真的轮到它的时候 它的涨势就是这样 就这样去了 所以你已经在前面 假设各位观众朋友 你手边有这个 我之前可能买在150的 买的这边比较高的 你也不要随便买 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它一定会有 它一定会有 只是说它来的时候 可能会一波很凶猛 那你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 我常发现 投资朋友有点可惜 就是我 我是要看一下 你的持股 我常遇到个问题 各位不是没有好股票 投资朋友常常不是没有好股票 而是你好的股票会容易抱不住 我担他很久啊 它终于来了 好有赚就好卖掉 喷 这不是很可惜吗 既然你的股票是真的有未来潜在价值的 那你何不稍微让股票 飞一下子 让这个好的股票在股价飙涨稍微 飞一段 那现在是今年第四季 现在已经11月底 再来12月 再来明年1月 农历封关前 这个行情相对来讲都会非常容易做 尤其是喜欢 标股的朋友 所以我来说今天这一集你看完 把这些简单的我在叙述上一些观念带回去 还有刚刚这五档股票 记得 先进制程现在很夯 未来最夯的 你看到台积电你就会联想到 先进封装 至于加权指数 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 11月 最近今天 这个礼拜 每天都是黑黑黑黑黑 看起来好像软软的 不用担心 下礼拜可能就上去了 但它会来来回回测试个几趟 最快我预计12月底会正式发动 所以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朋友们如果喜欢好股票的 不妨趁着加权指数修正的时候 开始减便宜 开始为你明年第一季的操作 做布局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 小弟的分享 当然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 帮我们按个赞 那我们改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